豆子呢按颜色来分啊 分这么几种 我们经常说的大豆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黄豆 是吧 我们老家管大豆只专指蝉豆 是吧 你们吃那蝉豆 我们叫大豆 这个九一八 是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是吧 那里有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 大豆高粱 是吧 就是东北黑土地盛产这个大豆高粱 我当年听这歌的时候 我以为我吃那个嘎嘣脆那大豆 就是就是东北人出产的那个大豆 后来一看不是啊 那是蝉豆 是吧 现在呢 中国原产的这种大豆的品种 是营养价值最高的 但是后来被美国人偷走它的基因以后 偷走它原始种子以后 就做成了转基因 我们那个大豆呢 不那么圆 肚上还有个坑 是吧 但是现在的转基因大豆呢 就变成滚圆滚圆 是吧 也饱满 说什么病虫害也少 但是呢 那是转基因大豆 而且中国因为饲养的需要 制造这个动物饲料的需要 从美国每年要进口很多很多大豆 是吧 我们要讲这个事呢 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去找到我们中国原始品种能够流种撒出去还能培育出后代的这个豆子去吃是吧 我们厚补食堂用的这个我们做豆腐豆腐脑是吧 发的豆芽都是用的这个豆子是吧 另外一个颜色比较特点鲜明的就是黑豆是吧 那说都是豆子 那颜色黑的话补肾的效果更好是吧 黑豆对黑头发效果都非常好是吧 还有就是红豆 红豆也就是吃小豆是吧 相思的那个红豆是树上结的 那个是有毒啊 红豆升南国是吧 春来发几只 愿今多采集此物最相似 那个红豆有毒的 我们说的这个红豆是赤小豆是吧 赤小豆 也就是你们家里做那个红豆沙 做那个年豆包 里面包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青豆就是绿豆是吧 绿色的 绿色的话 有绿豆 还有咱们经常做那个青豆炒个虾仁 也有那种就是刚成熟的豆 是吧 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吃的毛豆 其实就是幼年的黄豆啊 也是幼年的大豆 还有什么 有白豆吗 当然有啊 白匾豆